祝贺广东队第三个阶段的CBA比赛将会迎来一名新的超级后卫 搭档上了原本所具备的四后卫阵容 杜丰主教练的新赛季 那么第三个阶段的比拼将会组成更加重磅的一套阵容 很可能将会再次赌贯 能否去超越辽宁队浙江等战队拿到CBA的四连贯呢 谈到这里欢迎大家给阿兴的视频点赞关注 让更多喜欢篮球的朋友们看到阿兴这条视频 感谢大家 目前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到 对于广东队来说新赛季当中 你要说后卫的阵容 那么可以说是具备很强大的一个竞争力的 然后本个赛季随着球员受到伤病的影响 包括了马尚布鲁克斯 包括了赵瑞 那么这几名球员在过去的这一系列的比赛当中 马尚布鲁克斯是因为他的左脚跟剑断裂的 说白了也就是受到伤病的影响 一直都没有能够付出参加比赛 而另外更加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包括了赵瑞 赵瑞在球场上因为他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他的伤病也同样是受到了一定影响的 赵瑞也不能回归到比赛 所以说赵瑞跟马尚布鲁克斯这两名选手 那么在新赛季第三个阶段的比赛 目前来看是迎来了重磅的好消息 两人都可以重磅付出 那么另外原本广东队第二个阶段的比赛 包括了徐杰 也就是被称之为徐中锋的超级狼板王 另外再包括了三个赛季季后赛当中获得冠军的MVP胡明轩 徐杰跟胡明轩这两名主力一直以来都打得比较给力 哪怕说胡明轩在本个赛季的前半段受到了皮肤过敏伤病的影响 当时胡明轩他依旧能够说在关键时刻把自身的状态给展现出来 包括了过去第二个阶段的后面两场比赛 胡明轩他是凭借出色的发挥 通过了两场比赛拿到了44分的战绩 所以说这样一来徐杰跟胡明轩两人都得到了重磅的发挥 接下来还有第五位超级后卫将要登场 谈到这名超级后卫 那么他就是在过去的全运会比赛当中帮助了球队冲进了总决赛 哪怕说最终仅仅拿到第二名银牌的成绩 当时这名超级后卫他的个人得分数据 他在球场上的领袖魅力 在球场上帮助球队的得分效率值都是非常高的 那就是汤杰 汤杰这名球员值得一提的是 他已经跟广东宏远队是达成了重磅的签约的 简单点来说也就是第三个阶段的比赛 汤杰将会跟广东队完成重要的注册 一旦达成了注册之后 汤杰就可以来到广东队的赛场了 汤杰这名超级的后卫得分数 他在球场上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也就是速度够快 打得够猛 而且在球场上的得分效率值足够高 这样一来有了汤杰他的归队 他重新选择了球队 加盟到了广东宏远队之后 那么第三个阶段的比赛将会是汤杰的首秀 他在广东宏远队的首秀登场打比赛 有了汤杰这名超级的得分手 而且他在以往是去参加过国外很多大赛的竞选 汤杰是具备很大的一个信心跟目标的 他的底气跟功底也非常的出色 所以说接下来汤杰搭档上的徐杰以及胡明轩 组成了超级三后卫阵容 外加上赵月跟马尚布鲁克斯这两名超级选手 接下来商品的情况也得到了好转 得到了康复 那么五名超级后卫共同的联手之下 这将会给杜丰主教练 在新一套的阵容选择方面将会增加更大的筹码 有了五名超级后卫 那么杜丰新赛季当中去冲击CBA的总冠军 拿到四连贯的荣运 目前来看已经是非常稳的事情了 也可以说基本上握在了手中 非常稳 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么大家是否有支持和看好呢 接下来广东队拥有着五名超级后卫之后 能够稳妥妥的拿到CBA的总冠军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点画就给阿谦的视频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继续跟进分析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继续分享大逃 下期